快递储物柜会成为物流业未来 寄送掩物 系统出错 一个包裹要送上几次 在我国是很常见的状况 快递服务配送效率低 与客户期望值不匹配等等的问题 但有了快递储物柜的出现 则成为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数据显示 使用快递储物柜 可以让快递员多派送30%以上的邮件 而且它也可以保存 满足用户退货给电商时 逆向物流的要求 全球早已经有多个国家 开始应用智能式的快递规 而大马则在2015年 也已经有商家引入了相关的服务 在效率速度至上的时代 物流业未来的三大趋势 将会是快物流 分散式无人化为主 快物流是把一天为单位的运送时间 压缩到以小时为准 分散式则是把集中在大仓库 再配送的策略打算 改成多个取货点 达到碎片化外送机制 无人化则是要解决配送人力不足的老问题 满足到上述三个特点的快递储物柜 未来会不会成为像物流业的自动提款机 那么普遍呢 我觉得快递物流的玩法真的很多 像是这个快递储物柜就是其中一个 我家其实有一个 但我一开始它出现的时候 我不知道怎么用 其实这个现象这个产生是怎么样去 有这样子的需求才会 这个东西才会出现吗 好几年前了 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马来西亚有好几个业者同时进入这个市场 当然最大的是投资 投资还有 那个储物柜它最早的需求是 大部分上班时间没有人在家 它要重新 刚刚BCU聊到 货要送两次才送到那个成本太高了 所以我有没有可能 我送到某个地方你来拿 刚刚小马聊到 应该是你们住的公司楼下 对不对 其实曾经一度出现在7-11 大家都觉得这很方便 如果7-11我把货放在那里 那第一个是拿货 第二个其实是退货 就这个货不对了 其实我要退成本也很高 我不知道送去哪里 消费者不知道送去哪里 那个储物柜是可以把货放回去 那个商家再拿来把它领回去的 所以最早的出现是因为这个 送货跟收货的人很难看到 对接 当然对接到了 现在像BCU讲的 放在门口就可以了 这个可能又是另外一个现象 可是当时确实有这个需求 而产生了这种大量的这样子的储物柜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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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